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8月17日晚的《影话春秋》 今天就有三位主持,有我Thomas Gear Gear Gear久违了,我们很久没有听到Gear的声音了 我现在都比较热冲于这个游戏,多于这个电影 所以我觉得这一套真的要找你们来说 因为现在可能电影业未回复得七七八八 其实另一方面,当可能没有电影或者很多娱乐 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变了多了的时间 其实很多时候会用在什么地方去做一些消遣呢 那我自己或者很多人都会,尤其是男人 或者男人就会比较多一个消遣的方式就是打机的 那基本上打机 Thomas在Netflix Netflix都有看,但是同时你可能会 就是有些游戏你买了很久没有玩过的 开来玩一玩的 我近十几年都没有打机的 但是有留意游戏界的新闻 就是为什么我近十几年少打机呢? 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课金的 我不喜欢打网上游戏的原因就是 你是要持续地付钱的嘛 就算你不课金也好 有些网上游戏你也是要继续付钱的 我就不喜欢这种方式 我喜欢买断一款游戏,然后由头打到尾 这一集我们首先说一套和打机有关的电影 就是FREE GUY 中文叫做爆机自由人 这部电影本身就安排在去年年尾上 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所以移动到现在 移动了八个月就算少了 但是如果你看看美国开画的票房 其实就和自杀特工一样 其实也不是那么理想的 如果你说现在说 飘放其实是一件事 都挺被动的 就是疫情方面的影响 如果突然间疫情可能爆得很厉害的 那无论政府封不封墙也好 我想很多人都为了安全起见 都可能说不去电影院看电影 所以其实与此同时 都有很多电影公司已经有一个对策 就是将一个村流平台和电影院 就同步上架的形式去做的 那这一套电影由于就是 Fox被收购之前拍下来的作品 所以他就不是很快就安排了在迪士尼plus上画的 那他就应该也是 是移动了四十五天之后 才会安排在HBO 之类那些串流平台上画的 所以电影院上画和串流平台上画的时间 是有一个距离在这里的 其实如果你真的说这个 上电影院和出碟 或者上串流平台的那个 那个时间相隔 其实隔得越来越没有那么开 其实很多时候 可能打个譬如你 黑瓜虎香港上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很多网站 已经可以preorder 那只黑瓜虎的blue way 那些已经不出奇了 所以再加上 因为现在的疫情影响了 电影界的现金流 就是可能他们对于上串流平台 或者他出碟各样的间距 其实应该是比起以往来的 然后再短一点 也希望想尽快透过不同的渠道 可以将钱尽快收到自己的袋里 那这一套电影的制作费都不少的 都拍过亿美金的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票房 就是收不收到本 但我觉得是有困难的 其实飘放会不会回到本 各样那样的 作为观众来说 也不需要太过太过担心 因为就算他回到本 或者大赚也好 他也不会回归回到观众 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作为观众来说 尤其是现在这些情况 最重要的是 那一套电影好不好看 好看的 那我去电影院看不到 我可能等他上Netflix 上其他串流平台 甚至乎没有加入这些串流平台的人 你买一张碟回家 到时慢慢煮 所以这个就是 在一个观众角度来说 很老实 那一就是如果你上电影院 会不会有左加有加 突然间有票价海鲜价 平时六十元张票 你可能买到百九十 还是现在你没有加价 或者我都真的去不了电影院看 但出碟也好 上全流平台也好 到时上电影的时候 可以说 用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 去收剃那一套电影 那虽然这套电影的票房就一样 但是这套电影的质素 其实就和票房就不是成正比的 作为一个女观众不打机的 其实我看是很享受的 那还有我是愿意给140元看IMAX 那就是告诉你 其实是没有加价的 那其实现在来说 就是 戏院那方面都很愿意说 就是收够钱 收顺一点 那最重要你的观众肯 肯进来戏院看戏 是的 香港的戏院 如果你问到美国那些 我就真的答不了 那所以其实如果大家 即现阶段来说 那你去戏院 在香港戏院看戏 如果你纯粹可能 从一个票界的角度来看 现在是一个 都算是挺抵抵的一个时间来的 那好吧不如说一下一套戏 Grace你就说 近年你都没什么打机 那你看一套戏 为什么你这么享受呢 因为其实呢 他的故事很简单而已 其实就是说 有一个叫阿佳 那其实 他就在一个叫做 Free City那边 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 NPC的角色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他们每天都做同一样东西 所有NPC的角色 但是有一天突然间 有一个女孩进来 然后之后 这个Motor Girl 然后进来之后 就令到阿佳好像 突然间有一个自由意志 开始有点意识 然后之后 他开始会 去醒觉 其实他在这个生活 那个 就是他会 改变他的生活的形式 还有之后他发现 原来 他是处身在这个游戏里面 其实看的时候 我会想起一套 很久之前叫做 True Man Show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 不会去到True Man Show的层次 因为其实 是两样东西 有人拿来比 其实我觉得 不可能拿来比 因为Free街 他会偏重一些娱乐性 True Man Show 他会去一些比较 我觉得他深入一点的 说话 所以我会 我会剪掉 剪掉两套戏 但是他有点 是带有这一样东西 但是他因为他的娱乐性丰富 而且我大约都知道 其实 玩游戏 我都会坐在别人的界 看别人玩游戏 所以其实 有一些位置 我是看得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但之后 他一直下来 其实他不只是 甘心讲一个游戏的故事 其实他讲一个 是比较 其实他的内容 他的中心点的范畴 其实是很广的 那样东西是比较 然后之后 一直下来 其实他的扭招 也是令到 令到我觉得 挺欣赏那套戏 那个 我铺牌 那就不穿招了 那样东西 所以我不打机 但是我会享受里面的画面 他里面一些喜剧的部分 以及一些 这套戏是不是迪士尼 其实是 是不是迪士尼的 他 我看是不是迪士尼 华纳迪士尼 是的 所以里面他会运用很多 其实他会 可以玩很多东西 不如这么说 那样东西 就会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他讲的东西 所以我很享受 那当然你们打机 我就想听你们打机的人 因为我 我很良极 我看到有一个 我认识的影友 他就骂得很厉害 但另外有几位 又是打开机的影友 他就说 他是喜欢这套多过挑战者 也好 他们很厉害挑战者 也好 因为他们觉得 挑战者一号 是完全不尊重一个 游戏界的 就是不尊重打机的人 但是他们说这套 其实是 他很重视 打机 现在 即是打机 即是机友 Gamer的 就是他觉得他重视Gamer 所以 他会接触现在这个 这个世代打机的人 所以他们就很喜欢这套 那我想听一下 有Gear 你有打开机 其实你们对这套 戏的感觉是如何 如果首先 可能说 有没有站在Gamer的角度来看 或者 即是什么 也好 那其实首先 我想说第一点 其实以一个 电影角度来看 这部电影也很好看 第二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 你看回这部电影 Free Guy 它是一个 游戏世界 发生的故事 那 最重要的是 其实它 其实如果 有打机的朋友 应该都会很 看得出 其实这个 游戏世界 就应该是 以 现实世界 一个游戏 就叫做 GTA 5 做一个 刺激蓝本 去 建立这个世界 那其实 如果我们说 拍一个 游戏改编的 电影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核心 就是有没有 接触过那个游戏 那我们以 今年一个 比较 大家触目的 游戏改编 已经做一个比例 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 真三角无双 那你看真三角无双 的话 其实你有打 那只游戏 的朋友 一定知道 杜智朗和周兴阳 是没有完全 对这个游戏 是零认识的 亦都相信 他是没有玩过 这个游戏 去计算过 劇本 或者拍摄 这部电影 所以其实 从一个 游戏玩家角度来看 真三角的 《蒙想3》是 失败的 那部电影 很好看就之前 说过 我就没问题再说了 那以现在的 这个 《 Free Guy》来看 其实你们看得出 去制作这部电影的人 他本身是有玩过 玩过游戏 有打过游戏 所以其实他 可以说 经这部电影 显示出来 他很多事情 他是知道 当一个游戏 在一个游戏 会做些什么 除了 尤其是在一个 叫做open world的世界 里面 你玩一个游戏 你会做些什么 其实很多东西 他在很多镜头上 你会看到 他是 表达了出来的 这个就是正正 你如果要拍一个 基于游戏 去发展故事 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没有玩过游戏 你是会 和 有玩过游戏 的人 是不能接触 但如果你看回 free guy 来说 正正他 是可以 以一个游戏 身份 和一个电影 創造者的角度来说 已经是 两者之间 已经有很多事情 可以通的 可以明白 他想表达些什么 或者他想做些什么 这个是 以 以游戏 去发展的 电影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首先 这部电影有两个编剧 其中一个编剧 就是 有份写过《挑战者》 一号 他之前拍的那部纪录片 叫做《亚达里之死》 就是 讲究竟 亚达里这个游戏机 为什么会变成 所以 这两个编剧 本身是一个机迷 他对游戏机 当然非常熟悉 之前我们也有看过 不同有关游戏机的电影 比较差的就是《Pixels》 就是《屈机起革命》 很难看 那一部 其实是一部很纯粹的娱乐片 但不是那么好看的 纯粹的娱乐片 到《Ready Player One》 就是 一部放了很多 经典游戏人物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娱乐性也很高 到这部《Free街》 其实他也有放过一些 就是一些电换 或者动漫的象徵 在那部电影里面 但是他不是很着迹的 就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去到后面 最后一场打架戏 就出现了一些 大家都歪一声的象徵 就是 是什么就不说了 但是里面他有一些 造型的设计 或者一些建筑设计 其实你看到 你大概知道是什么游戏 例如说他说到 有一间秘密屋 其实是来自一只游戏 叫Hitman 因为那只游戏 我曾经打过 所以一看到一只游戏 另外有一些 例如说 执药包 其实是一些 吃鸡的 经常会做的东西 就是要执那些 执药包 然后去打人 那 另外做一件事 那套戏 其实虽然他没有直接 去讲 某些电换人物出来 但是他里面的故事 其实很明显 就是拍摄真实的 游戏机公司 那这套戏里面 有一家很差的游戏机公司 就是叫做 Sulami Games 那其实这家 你看这个名字 其实很明显 它是拍摄日本一家 很出名的 游戏机公司 叫做Kolami Kolami 其实最出名的游戏是什么呢 就是云斗楼 奥魔城 去到后段 Vinning Eleven 心跳回忆之类 那些东西 去到近几年 现在公司 就衰落得很厉害 原因就是 有很多 本身在公司里面的开发者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走的 那当中有一个最出名的 叫做小刀兽夫 那由于呢 他就跟Kolami 抹了面 所以最后Kolami 其实很残忍地 就是扔他走的 那这件事 其实是 令到全球那些机迷 对这家 Kolami的公司 其实是非常反感的 那其实如果你说 小刀兽夫 其实有一只游戏 是一定要提的 那只游戏 那只游戏 叫做Metal Gear 那其实如果你是可以 把小刀兽夫 和Metal Gear的故事 其实在 戏里面 有用到另一个形式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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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之后 Kolami 基于小刀兽夫 他发展了的东西 就强行出了 一个Metal Gear的一个组作 但那个组作 就跟 原本的Metal Gear 就已经开始有 一些 不同的地方 它变成了一只吃鸡 就是整班人在地盘上 你打我 你打到最后一个 生亡为止 不是 它是有一只 Metal Gear 不知道叫什么 Phantom 是打喪尸的 哦 有一只打喪尸 我说的是另一只 是的 那一只都好像是第五集 但是就是 就是 小刀兽夫被他 兜了出去之后 所再发行的 就是密盡其用的一只 一只 但是 带回来电影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戏里面 的桥段 其实我相信是 都说少有 参考过这一段经历 很明显的 因为 这部电影两个开发 一男一女的男女主角 那其实他开始 我觉得他想 整个游戏 其实就不是GTA 来的 其实是类似The Sims的游戏 就是 无耳人生 那一只游戏 就是说到一群人 在城市里 然后大家在这 如何生活 就是不要打打杀杀的 但是 那一只游戏 去到大老板手上 其实就 变成了一只GTA 那去到 出了这一只游戏之后 那就要出第二代 那 大老板的做法就是 他想 断了所有 和之前那只游戏 有关系 那就 说简单些 就是会伺服器 然后另外出了一只新游戏 那一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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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到大屠杀 就是说一群人在城市里 你射我 我射你 不 其实他出这一个续集 就是这一只游戏的续作来说 本身就是说 可以承计上一代的资料 各样那样 最后就是因为一些 開發成本或者技術因素搞不定 就說,沒有啊,其實怎麼會帶到過去呢 那我重新來過,我還省錢省力的 那我當然是不會搞那麼多事情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那些人給我簽一下新一代的遊戲 我繼續有千讚 其實這件事對於資深遊戲來說很重要 因為你說你打一隻遊戲 你打到打生打死 你花了很多時間,花了很多錢 去掃了一個人物,打到百幾二百級的時候 就是你突然間你說,懂得伺服器 我剪掉我舊的遊戲,然後開發一隻新的遊戲 對於這些付出了那麼多金錢時間的 其實是很不滿意的 就是你原本說可以繼承我之前玩的記錄 現在你說繼承不了 你還玩不玩下去好呢? 其實這一個遊戲也是一個很慣常的做法 特別是一些體育類型的遊戲 球類活動為主 其實他們很流行每年出一隻遊戲 其實他那個遊戲的引擎其實就可能沒什麼改變 只要更新一些資料 收拾一些東西 就把一隻新遊戲推出來賣的 或者甚至乎他現在出的遊戲是喜歡拆件的 例如說我給錢買一隻遊戲 給價錢買一隻遊戲 但是其實你不是買了整個遊戲全部的 然後他可能會出一些包裝 出一些更新版 然後你給錢去更新版 然後你就要更新不知幾次 然後你才可以玩完整個遊戲 因為現在就很流行出一些叫DLC 或者其他遊戲的內容其實可能就弄好了 可能賣你七成或者八成 那剩下那些你要玩完 那你就要另外再給錢買了 那也有一個 就是業界就很喜歡做的東西 就是可能先出了一部分之後 隔一幾個月就出一個叫做 可能自製版編 response 就是奧特製版 或者總之出一個叫做 完整版的 那麼到時候 你用買這個完整版 那才是一個完整的遊戲來的 或者更差點就是 他出版的遊戲的時候 其實還有很多gli YOU 可以玩一下你發覺沒有班 它 隨機爭取иться 然後有些遊戲迷就在罵,你現在當我們那些給了錢的遊戲迷是Debug員這樣 其實這就是現在的遊戲界就很多這些情況出現 某幾間廠就特別出名了 所以某程度上如果你說3Guy和可能 其實他真的很貼近現在一個遊戲的實況放在電影裡 他不是把人物放在電影裡那麼簡單 其實他是藉著一個開發商和一個遊戲設計者的衝突 其實就是正正說到現在那些遊戲發行公司 其實就是究竟他賺錢之餘 其實是會出現一些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舉個例子 我以前很喜歡玩SimCity 但是SimCity以前推出了一隻Magfist 後來就被一家很大的遊戲機箱叫做EA收購了 然後EA收購了之後其實就搞壞了這個品牌 其實到現在其實都沒有再出 SimCity或者SimCity 就是一些最新的版本 SimCity好像都還有人在玩 即是沒有出新一代 你可以說是一間大遊戲公司搞壞了這個品牌 其實我看這部電影 我就是會想起這些遊戲界的瘋瘋瘋瘋瘋 對於我來說這部電影 除了真的你有跟進遊戲界的東西 你當然會想到這些很多原來之音 其實我純粹以一部電影來說 我相信無論有沒有打個機器也好 其實以一個電影來說 這部電影也是一個好看的作品來的 聽你們這樣說 其實我覺得是會豐富了我一些知識 因為我知道原來這部電影裡面 這麼多遊戲界的欣欣遠遠都有放在裡面 即是告訴你 其實這兩個編劇真的很熟悉 這個業界的東西才寫進去 但如果我來看 其實我會看到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Guy的NPC角色 即是好像他的朋友Buddy 其實他希望Buddy可以走前一步 但Buddy是不願意走前一步 其實他會扣起一些 好像現在我們遇到生活上 有時候是我們遇到人生的東西 就是好像在一個平衡 即是你在一個地方已經舒適了很久 你明知道其實那個地方是很有問題 但是他都覺得沒有所謂 我們都是這樣生活的 我們睡醒又是做同一件事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但其實原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已經逼到他近身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個力量去改變他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改變的力量 只要看看你願意付出有多少 這個會令我想起一些現實中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又是覺得會好看 因為他放了這些裡面 我又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部電影 我之前看的Gold Movie 其實都是在說類似的東西 這部電影我覺得再貼地一些 即是他在說一個NPC NPC 即是一個不是你自己控制的一個 人生就是 即是你是被人家控制的 人家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即是我看Guy的人物 其實我在想起 就是管治我們那群人 究竟其實是想他做一個歌手 還是想他做一個NPC呢 是 其實他就是在提出這件事 其實是 其實Grace剛才一開始也有說過 這部電影其實 對你來說是一個很 好像2021年版的一個真人秀 其實某程度上我也挺認同的 但是如果你說深度上面的話 我也覺得未必完全比這個真人秀 都是信息的 當然他這部電影 的而且你不能否認是 他是一個 以娛樂性為一個主要元素的一部電影 當然你可能看說他那些 可能動作啊 場面設計啊 甚至乎他講的那些對白啊 喜劇元素那些 其實版這部電影都很成功的 但是就變成了 好像令你覺得 這部電影的深度就比 真人秀就好像差一點點 那我又覺得其實 反而他是有很多 致敬的 致敬不同東西的 原素放在這部電影裡面 因為其實你看回這個導演 Sean Levy其實他之前都拍了不少 不少電影的 有些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一些 就是花山豬狼館 或者有一套我自己很喜歡 就是鐵甲鋼拳 那或者再有些 有些再舊一點 就是我自己其實都沒有看過的 但是他 Sean Levy這個導演 其實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很擅長於去寫一些 有些天馬行空的一個概念 但是他會用一個很 很觸動到人的一個形式去表達出來 因為可能之前那些 那些花山豬狼館那些 他是一個喜劇 但是也都會 看看他去到後面 或者某些位置 他會有一些東西 是很感動到你 就是可能譬如鐵甲鋼拳 我自己很喜歡就是 Hill Jackman就是一個 其實那時候 他是一個很 很衰的一個中年 馬丁佬 可能還騙小孩子 但是最後 當他重授一些東西 去找到他自己原本的初衷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 去展示給那個小朋友看 其實他原本的 他是一個什麼人的成果 其實那個場面 是很感動到我的 去回到現在這個包機自由 其實你看 乃雷諾士傑 他做這些角色 又真的有他一個獨特之處 就是本身你看他整個人 都可能很搞笑 即他跟Hill Jackman 經常上網 可能互串 或者大家做些事情 即你不會覺得他 是好像李奧納·迪卡比尔這些 是一個movie star 和普通人很有距離 即他都會用一些 很生活化的東西 去跟其他人去接觸 即他講粗口一點 他本人也是這樣 他跟戲說什麼奇怪 但當他去做這些角色 其實你會覺得他 你會比較容易去代入到 他這個角色 那可能你看到他做一個 本身是一個no body 一個just a guide 就是這樣 但當他開始去走出了一步 去探索這個世界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都幾投入到 這個guide這個角色 去走的每一步 但這個是很難的 因為如果你找其他人做的話 其實真的有機會 你未必投入到這個角色 去探索這個世界的東西 除了阿拉恩·雷諾斯之外 有一個已經不特別達出的 就是飾演遊戲公司的大老闆 那個角色 阿拉恩·雷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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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已經 完全認到 又是你嗎 但他真的是完全交好功課 我覺得是 其實我覺得阿拉恩·雷諾斯 其實我覺得阿拉恩·雷諾斯 都是 如果現在的荷里活裡面 他是比較能夠帶到一些 一些貼近生活元素的 新的東西 帶到進這個娛樂圈裡面 就是以前你不會想到 有人會去拍一個 可能是保鏢救殺手的 這樣的電影出來 或者說Titi去拍那些 我只記得 就是他扮吸血鬼的 那些 藝紀錄片 就是他拍的那些電影 其實都是 都是 就是以前那些人拍電影 就可能會用一些很正經 或者喜劇就喜劇 就是不會用一些 可能很生活元素的 又放在電影裡面 令到他成功這些因素 其實我覺得以前是比較少見 他之前那一套 Jojo Rabbit 不是白希特拉 是 又很搞笑 但是又不反感 就算是第二套 死肥仔 就是那個 講肥仔 在深山裡 其實是很悲悲的故事 但是他可以用喜劇手法去展現 我覺得說Titi這個是他的特色 還有他去 說Titi他 他本身也是一個表演肉強的人 你去看他演出的時候 又不會覺得 因為有些人 就是有些導演很喜歡自己 做自己的戲 但是 有時候你又覺得 嘩 你又在這套戲出來演什麼呢 就是不是每個人都想看的 阿瑪丁 他不會覺得他每一套戲出來 他演的各個角色都是阿瑪丁 他在雷神做的那塊石 他是那塊石 他在裝鬼鬼的時候 他就是那個鬼鬼 甚至乎你看 性愛筷子鬼是 的一套 他就是 的一套 他是 不會說 在任何戲裡面 黃禎就是黃禎這樣做出來的 哈哈 這也是他做演員來說,也不是一個這麼渣流灘的演繹方式 這套戲說得差不多了,其實入場,因為我很擔心他好像自殺特工 一個星期後,所有IMAX就沒有了,其實IMAX的場景也是給了FREE GUY 我覺得是要找一間更漂亮的戲院去看的,因為IMAX是看星影會大院的 因為他裡面的畫面是做得很漂亮的CG,很值得去欣賞 這一節我們就差不多了,稍後回來我們就說另一套戲吧